第八章 来 吃吧 来了 齐了吧 快吃吧 来 多多 多多 你怎么不吃啊 怎么没有我的筷子和碗 那都不一样吃啊 真是 不好意思啊 多多 妈妈给忘了 这样 妈妈明天去给你买好不好 但是我要 狗狗猫的 还要粉红色的 没问题呀 咱们买粉红色的 哈喽狗狗图案的好吗 好 买 买 买 你以为你妈 还像以前那么有钱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能看见什么 说要就要 要皆一缩食 知道吗 妈 当着孩子的面 别说这些好不好 那怎么了 现在情况不就是这样吗 你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的 以后啊 能省则省 不能坐吃山空啊 来 多多 先吃饭啊 妈 过来一下 有话跟你说 你又想干什么呀 妈 你知道当初为什么 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一定要嫁给少姐吗 那是因为你傻呀 你现在想一想 妈以前说的到底对不对 妈 如果现在再让我重新选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少姐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初她虽然穷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自己为什么会生在 那样的一个家庭 也没有抱怨过 上天对她是多么的不公 她更不会去嫉妒你也有钱人 她唯一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财富 所以她才会有今天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人家现在是穷人翻身了 你享受不到 享受不到 我为什么一定要享受 她给我创造的生活呢 我今天跟您说这些 就是想告诉您 她少姐能做到的 我朱棣照样能做到 而且我有自己的女儿 我不可能看着她 过不好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您不要再 同着多多的面 告诉她她妈妈是一个弱者 如果离开了她的爸爸 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我 给我支持 给我正能量 好吗 话是这么说 可是你看看现在社会上 像你一样的女人 带着孩子 有几个能过得好的呀 妈 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觉得您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每一个人的生活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独一无二 不可复制的 别人过得不好 不代表我朱棣就过得不好 妈 我过了这么多年 有钱人的生活 我一定会比你更难受 我比你更加地不适应 所以我会加倍地努力 让我们所有人都过上 像以前一样的生活 不 我们一定会过得 比以前还要好 吃饭 宝宝 好 你告诉妈妈 头还疼吗 不疼啊 那你还怪妈妈吗 不怪了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吗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 我知道呀 我刚才招镜子这个东西丑死了 可是多多 现在伤口还没有好 还要再多待两天 那有什么办法吗 当然有办法了 妈妈给你变一个魔术好不好 好呀 那我闭眼睛喽 好的 来 妈妈要开始变啦 魔术 魔术 变的 我的小儿 我一会儿 给妈妈几秒钟的时间 妈妈给你变一个魔术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到了 好看吗 好看 那我们睡觉了好不好 嗯 多多 你先睡 妈妈再看一会儿新闻好吗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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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手进去 好 乖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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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不到啊 这文章居然是我姐写的 作家文人啊 看跟谁比了 如果跟你比 你比 你比 你比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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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写篇作文的 那都叫作家 去你的吧 别啰嗦 赶紧转 你说你姐干吗 突然弄个公众号啊 谁知道啊 我估计她闲的呗 你人卖广 赶紧帮我姐多转发转发 增加一下她阅读量 这有什么好转的 离婚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给你姐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有什么好的 那有什么的 都是她自己写的 写得挺好的 你别废话了 赶紧转啊 多转几次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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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 小凯 有事吗 走啊 吃饭去啊 我们今天约了吗 那你总得吃饭吧 我位置都定好了 我今天还真不行 我约人了 那一块吃呗 不太方便 公帅啊 还是约了什么神秘的人物啊 你有什么事吗 那就吃晚饭呗 我跟你谈点公事 说公事就等我空了再来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让行李通知你 小凯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没有做错什么 我也没有躲着你 我就是想多一点时间 跟你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好 既然这样 那我们今天索性 就把话都说清楚 说吧 我想知道你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小凯是你白杰的上司 我们每天见面只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而已 仅此而已 那你要是对我一点点好感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替我打我亲夫 很简单 因为我的母亲就是个单亲妈妈 所以我知道一个单身女人在社会上生存有多困难多不容易 而且我很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 那你为什么要替我摘花 白杰 那天是因为你说是你的生日 而且那朵花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日礼物而已 是的 我想让你开心 想让你从不好的情绪里快点走出来 可这只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风度而已 公司所有的女性过生日 我都会这样做 小凯 你是在狡辩 生日礼物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是花 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不然你不会对我这么好 白杰 我错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让你误会 我也不知道你会误会 从现在起 一切都没有了 不是 小凯 你明明是喜欢我的 我知道我没有理解错 白杰 你疯了吗 这是办公室 不是 我怎么可能理解错呢 他对我这么好 他如果不是喜欢我是什么呢 不是 不是 不然这样 小凯 你不喜欢我 那你也不讨厌我吧 你给我个机会 你给我一点点时间 也许一个礼拜 也许一个月 也许你发现我还不错 也许你发现 白杰 是 我现在身边没有你朋友 但是我心里已经满满地 住了一个人 我们不可能 谁 你喜欢的是谁 你没有必要知道 那没关系 你告诉我 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阿杰 你我都是成熟的人 我很尊重你 希望你也可以尊重你自己 你慢点吃 嘉妮姐 你怎么发现这家饭店的 我吃吧 你 大好吃 老婉 你们这还是收学徒吗 嘿嘿 好啊 要来我就收 怎么着 谁前两天还说要此生追随我来着 现在一个盒饭 就让你离我而去了 我觉得她手艺就是挺好的 牛嘴滑舌 这聊得热火朝天的 总监 不厚道 来这儿吃饭也不叫我一下 这第一次还是我带你来的 我们这是要速战速决 赶快回去干活去 对 我今天 跟她一样的 我来帮你打 好 慢用啊 谢谢老板 这儿没法吃啊 你们先吃 吃吃看你没办法 笨死你得了 嗯 你跑过来干吗 反正你也没有位置坐 我去陪你呗 回去坐你的呗 领导站着 我难好意思坐着了 我不怕你记后委 领导 我问你个事呗 公事私事啊 我是那么八卦的人吗 公事 嗯 今年 涨工资 大概能涨多少呀 你够直接的 我也是没有心情含蓄了 不过你要是不方便说 就算了 你干吗问这个 着急用钱 你用多少 我先拿给你 真的呀 嗯 那你先借五百万 还先借你五百万 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把我卖了 怎么了 黄祖毒毒了 比这还严重 想买房了 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 就因为住房的问题吧 我孩子一直跟我爸妈住着呢 我就想反正早晚都是得买的 不如逼自己一把 趁早把这个新社给了了 也对 你的情况呢 我知道了 工资的事我尽量地帮你去争取 不过你也知道 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当然当然 先谢谢领导了 你要不要过去坐 姐 找你有点事 那你们先忙 姐 干吗 我跟你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 说 你有没有觉得萧总对你特别好 没有啊 我告诉你 有 你什么意思 不是我什么意思 是萧总对你有意思 做死啊你啊 八卦都敢扒我头上来了是吧 干跟我乱开玩笑 我立刻让你走人 急了 急了就说明有情况 快告诉我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我告诉你啊谭翁 你跟我乱开玩笑没关系 你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听去了 那不就糟了 下次再乱说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姜天 在这儿啊 对了 昨天那个公关文 真的是你姐写的啊 是啊 怎么了 写得太棒了 告诉你姐啊 男人不算什么 就她这种水平 绝对能找到更好的 就是 离婚算什么呀 我们都支持她 活得精彩 就是对渣男最好的包袱 活得精彩 就是对渣男最好的包袱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就是对渣男最好的包袱 好 尊敬的首席 这里是帕拉中国活动区总监肖凯 随着中国市场的增长 原有市场部规模已经无法适应 我特别申请扩充市场部 安排两名经理级别的人员 分管不同的内容 你直接跟肖凯表白了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是想不明白 你拿出你当年在前台熬的那股劲啊 放长线钓打鱼 这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 你觉得会是谁 我哪知道啊 他说了我们不认识 估计不是我们公司的 不是 我觉得他在骗我 我觉得他喜欢的就是赵佳妮 姐 你怎么又跟赵佳妮杠上了 我跟了肖凯这么多年 肖凯什么样能我知道 就这么说吧 她是绝对不会对赵佳妮这种 良家妇女感兴趣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她非得在你和赵佳妮之间 选一个啊 同样都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 那她也肯定选你啊 真的吗 你起码单身吧 那她跟赵佳妮有什么结果啊 这肖凯都这么大人了 她接触女人无非两点 要么玩玩 要么结婚 你说赵佳妮哪一点可以满足她 和着她们玩柏拉图啊 是你 你信吗 好了 别难过了 这赵佳妮还上班呢 归根结底就有一个字 等 肖凯这种男人 你越逼她她越烦你 心田 心田 一定要帮我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我帮你 但我先奉劝凝聚 像肖凯这种男人 就算哪天你真搞到手 也由你受到 我没别的办法了 我没别的办法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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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样觉得的 对 对 我觉得现在的广告费用来说的话 她这个还是蛮高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方案如果说这样的话 肯定过不了 这个方案我们已经重做三次了 对 对 我等一下 好 如果你这样的话 去吧 鱼 internally wiped out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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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不是 有情况啊 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没有 不是不是 不说 姐 不说你就不让他走 看他说不说 算了算了 这份文件 我今天晚上会赶出来 行了 那要真是这么个情况 你就放心去吧 你就往自己加个班 凌凌 加油啊 不是 姐 凌凌 知道我叫你来 有什么事吗 你拍摄多久了 快一年了 你觉得拍摄怎么样 挺好的啊 我在凌凌学到了很多 那你觉得你的上司 赵佳妮怎么样呢 她对我很好啊 要不是她 我现在还在小公司里面混着呢 我挺感激她的 言不由衷啊 刚进公司一年多 外企这套都学会了 赵佳妮刚进公司一年 就当了副经理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为她高兴 那你想不想跟赵佳妮一样 来个李渔月龙门 我想 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会呢 凌凌 你学历比她高 工作能力也比她强 你缺的是一个 能够提携你的贵人 而我呢 我愿意当这个贵人 真的吗 白经理 你都有这么好啊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灵灵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不知道你愿意帮我吗 当然了 白经理 工作上的事 只要你用得到我的地方 你尽管吩咐 灵灵啊 你现在在赵佳妮的手底下做事 跟她走得近 我希望你能把赵佳妮的一举一动 都告诉我 特别是她跟某个男性 有什么亲密的接触 这样做对佳妮姐 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是要升职呢 还是要对赵佳妮好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害人的事情 我不想做 灵灵 您知道咱们今天这顿饭要多少钱吗 不知道 应该不便宜吧 两千多 你一定也很想过这样的生活吧 但是你这么畏畏缩缩 那就不行了 我说了 我愿意当你的贵人 只要你帮我 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过上你想过的生活 灵灵啊 这几天你的工资涨幅就要出来了 当然 赵佳妮是你的顶头上司 不过我毕竟是部门经理 我要是不批 她也没办法 对了 你的合同就要到期了吧 当时候续不续合同怎么个续法 都是我说了算 灵灵 我很看好你 我也希望你能对自己的前途负责 对了 对了 宝贝 送你的礼物 这是什么 在大公司里上班 还是要把自己收拾得精致一点 这些我以后会慢慢教你的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还在等你答案呢 白经理 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是关于赵佳妮 你说 有一天中午 我看见萧总监和佳妮姐在一起 他们俩在一起吃饭 两个人有说有笑 特别特别精密 我给你倒酒 在干吗呢 替下属加班呢 是谁教育过我 说当领导呢 要适当地放权 别事无巨细一把抓 有人说一套做一套啊 我们家灵灵今天家人有约 我才帮她接手干的活 你说现在找个老公这么难 我才不想耽误别人的姻缘呢 中国好领导啊 林灵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也挺不容易的 一个外地姑娘 一毕业就遇上丁沙利这么个极品老板 肯定对生活充满了悲观失望 她不是遇到你了吗 她的竞争压力也很大呀 说实话 我现在两个手下 一个谭峰 年轻毛躁 但是呢胜在情商高 很会讨人欢心啊 但周琳琳呢能力很强 但是为人木呢 很多事情都是她干了 但是领导看不见 这个月眼看就要涨工资了 我得尽力多帮她争取一点 您觉得你今天会加多少工资 我已经试探过我们领导了 我们领导说会尽量多帮我争取 你们领导是不是应付你的 应该不会吧 再说了 我赵佳妮今年的努力 那是有目共睹的 再怎么着 也会给我最大的长幅吧 应该能有百分之十 这么好 行 那我们下个礼拜去看房子 好呀 向着新生活 出发 好 谢谢你 白经理 你接着说 他们说什么我没听清 不过以后我会帮你盯得紧一点 那个 白经理 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是关于小谭 怎么了 看着他了 看着他了 眼光不错嘛 那个谭峰家庭条件还挺不错的 家族企业做得挺大的 不过灵灵 且不说谭峰看不看得上你 就算看上了 他们那种家庭也不是那么好近的 我 没 没 没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他罢了 说出来我也轻松多了 谢谢白经理听我倾诉 林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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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是真的很想学我玩滑板啊 你就教教我吧 拜托 拜托了 我真的很不怕摔的 玲玲 我后面还有急事 要不改天吧 或者你可以先看看滑板视频 我先走了 我在网上已经看过 玩滑板的视频了 我现在已经绘画了 玲玲 学滑板没有那么容易 你要是没有个好的教练 或者边上没人扶着你 很容易受伤的 可是我看你玩滑板很容易呀 不管了 你就带我去玩一下吧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怎么老往这边呀 你先 你先站上去 先站上去 我的甲 我的桥好像扭倒了 你等一下 我看上了 痛死了 我以后再也不玩滑板了 玲玲啊 还要多远啊 全面拐个弯就到了吧 前面有没有弯可以拐啊 反正一会儿火就到了嘛 你不要那么凶人间嘛 玲玲 看不出来你还真藏肉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嫌我重啊 没有 我是说你该去健身房了 你什么意思啊 别动 别动 你是不是嫌我胖 嫌我胖 我就知道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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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死我不管啊 那我还是不要摔死了 潘芳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是第一次让男生背的 你这么重的女生 真的啊 谢谢你啊 客气 马上就到了 再坚持一下 真的 我们愿了 你再坚持一下吧 这一桩是吧 嗯 行 太累了 行 就到这吧 行 啊 灵灵 可是我的脚还是很痛啊 你背我上去好不好 灵灵 我约会要迟到了 约会 对啊 你真的有女朋友 当然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那你很喜欢她吗 废话 我不喜欢她 让她做我女朋友干吗 行 我不说了 我先走了 你自己脚注意点 你这么喜欢她 也不见得你背过她呀 周灵灵 你要加油了 古奶奶 古奶奶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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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有个女同事约我 女同事 我错了 然后她脚晚了 我送她回这 你知识我了 你一个女同事叫 我们同部门的周灵灵 周灵灵 哪个周灵灵啊 就 那个周灵灵啊 漂亮吗 漂亮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漂亮 不漂亮啊 我漂亮 是她漂亮 不漂亮 最平 最平是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走 去哪儿啊 走啊 走 走 走 玩这个 能不能不玩这个啊 不行 很开的 两秒升到一百米 那您好玩 好 那不玩这个 不行 我不要玩这个 现在是你说的算 还是我说的算呢 不要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走 走啊 走啊 你俩 快 走啊 快速 predominantly 走啊 走啊 快速快速 走啊 我等一下 小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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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拜拜 赵总 恭喜你啊 赵总 恭喜我 看来你还不知道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经理早 恭喜赵经理 赵经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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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恭喜 恭喜 一大早的一个个都搞什么鬼啊 消息都传开了 你还不知道吗 什么呀 法国总部那边传出消息 要把市场部门一分为二 网络板块正式独立成为一个部门 你真是被提名为部门经理了 也就是说你和白杰是平级了 再也不用看她脸色受气了 今天愚人节啊 干活去 姐 我说的是真的 消息是从总部那边传出来的千真万确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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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只通知没下来 不够快乐 我就等着你请客吃饭了 经理 你 然后我就跟那客户说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的主 现在所有问题都不是出在我这边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那 那就找我们白经理吧 就这样好了 那 那怎么办呢 我之前事情我没有办法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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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部门那个赵佳妮啊 她到底有什么本事啊 居然能把萧凯画成这样 总监 怎么了 你们不知道啊 前几天 萧凯直接写信给总部 说要分割你们市场部 一个是对口传统媒体 一个是对口网媒 然后啊 她利剑 说要升赵佳妮为政治经理啊 真的假的 这么大事情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对啊 我说你们市场部 就没有一丁点消息啊 现在总部那边的领导啊 都说这件事情 要商议 要讨论 要缓缓 你说这个赵佳妮 刚进公司没两年 有业绩 但是资历不够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萧凯呢 在邮件里力挺他 再加上萧凯是总裁身边的 大红人 你们猜怎么着 还真就劈了 估计啊 任职邮件这两天就会下来 你们那个白杰白经理 他就没抗议吗 白经理 他这两天休假了 估计还不知道这件事 你们说 这赵佳妮的老公 要是知道自己的老婆 在公司里勾搭男上司 他是会忍哪 算了 不谈是非 不谈是非 开空吧 你们聊 再一次 上次 烧山 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白杰 他知道肯定要气死了 白经理现在还在休假当中 这件事情还只是传闻 是不是真的还不一定呢 先别说了 提醒他 好 乃哥 没什么 吞吞吐吐的 说 我听外面说 总部要划分我们市场部啊 划分市场部 没有这事啊 你说的是想问当经理的事吧 真的有这事啊 遮遮掩掩的 这谁说的好事不出门 这也没几天 你的任职报告还没正式批呢 这小赵消息就到了 是 市场部准备一分为二 我已经跟上面报过了 说让你当经理 上面也批了 回去等着吧 真的呀 这也太偷然了 你怎么从来就没跟我说过啊 我提前说了万一不批的话 让你多失望 天哪 总监 太感谢你了 我吃块糖妖妖精 太甜了 太甜了 那那个 那个我稍微经理 那个工资能涨多少啊 你这也太直接了吧 这个工资的问题 这个工资的问题 因为你的资历 距离你现在的位置很远嘛 所以你的工资可能 没有办法给你调到很高 那好吧 那不会很高是多少 那我会想不想要家 那麽 那是你 你这种好呢 那是你 的那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